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 Toby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安卓的自定义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大纲 我们今天这节课主要学习的是安卓的自定义空间的前沿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目标 以及课程的内容 我们的学习目标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要熟练的编写和使用自定义空间 自定义空间其实在我们安卓的开发里面使用的非常多 我们作为一个安卓开发是必须掌握的一个技能 然后有些初学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 然后有点复杂或怎么样 其实我们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很简单 所以说我们的学习目标就是要熟练编写使用自定义空间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自定义空间这样一个事情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总结了有三点 第一个是多个地方的复用 第二个是统一的逻辑和样式 第三个是可以精简代码 自定义空间我自定义空间自定好之后 我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那就只需要一份 我整个代码里面只有一份 那就说比如说你有五个地方 有四个地方 其实它都不用再重写一次里面的代码了 然后统一的逻辑样式 也就是说比如说自定空间 哪天设计师说 我这个有一个东西圆角 我幅度要加大一点 那好 我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那就OK了 其实有人说这个东西我用style 就是说样式也可以实现 但是自定空间它有比style强很多 而且你不用每一个地方 你都去写一个style的样式 而且它可以定义一些时间 或者自定一些属性 然后还就是精简代码 因为我们自定的空间 然后就少了很多重复冗余的代码 这样我们的代码就更加的精简 更加的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安卓的自定空间 它常见的方式 就是我们怎么来弄 怎么来做这个自定空间 大概有三种方式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第一种就是我们继承一有的空间 第二种继承布局 第三种是继承根view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最简单的就是说继承已有的空间 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里边 这个开关按钮 开关按钮和我们的安卓自带的开关按钮是不一样的 它一个开一个关明显是自己的一个样式 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看起来 它是非常像我们安卓底边一个已有的空间 这样一个空间 但是它就说开和关的样子变了一下 这一种这一类型的空间 我们可能就失于第一种 我们就会去继承继承一个这个tokery button 然后改一下它的这开和关的两个样式 那就OK了 其他的都可以附用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开的状态 关的状态 或者开关相互变化 其实都跟我们安卓的已有的这个空间是一样的 这种我们就直接继承已有的空间 然后改一些功能 那就OK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是继承布局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视力 比如说这个这是一个手机coco的一个动态的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一个图标 一个文字 这种类型 这种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textview上面加一个button来写 但是这种就是这个button就不太好控制 这种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个布局的形式 就是说一个一个imageview 一个textview 组成一个布局 这种也可以做成一个自定空间 这就是继承布局的方式 相当于我这个自定空间它是一个view 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 多个布局多个多个空间的形式套在一起的 然后显示了一个样式 我们也可以把这几个已有空间组成的一个布局的这种形式来做成一个自定空间 第三种方式就是继承根view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例 比如说这个也是手机coco里面的一个界面 大家看这一个 这个地方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这一个有一个进度 这一个圈圈 然后中间一个文字 这种 然后下面一段文字 我们先不看这下面这个文字 我们就看这个圈圈 这种在我们安卓的已有空间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这种继承已有空间的 然后继承已有布局 当然也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已有的这种 就是说空间和它类似几个组成的这种方式也是不行的 这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三种方式 继承根view 继承一个我们所有的安卓里面组件的一个 父亲最老的这样 就是根view 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空间 其实都继承于这个view的 继承view之后 我们可以复写它一个 我们做的这个函数 在函数里边 我们可以通过画笔 一些东西来画这样一个东西 但可能这个就复杂一点 用的相对于我们前两种 前两种来说 可能会相对少一点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安卓自定义空间的几种方式 其实今天的全言就非常简单 我们再总结一下 我们的整个课程的学习目标 就是熟练的使用安卓自定空间 然后为什么要自定空间呢 就是说我们复用统一的逻辑和样式 然后进行代码 自定空间的方式呢 就是说继承一个已有的空间 Image view button这些 或者就是说继承一个布局 它这个空间可能是有多个 已有空间组成的这种一个布局 一个linear layout 一个相对布局 先行布局 还有就是一种那种 现在我们已有空间没有的 第三种继承跟view 我们自己去画 相当于一个空白的画布 我们在上面用笔这样去画 这个就是说可以任意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实现的 好了 大家明白今天的课程没有 今天的课程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我们下节再见